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为要敌 敌的意思就是行为要敌掉 就不能说我是成就者 所以就是无所谓可以随意的可以杀到阴亡 愁员喝酒 这个是错误的现象 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因为有这个密法 密法里面它有些时候就是会降 比如说柔 吃柔 喝酒 有些时候它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但是这个是什么时候才有这种现象呢 它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没有任何修行的经济的人 就去抽烟 喝酒 吃柔等等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世俗人抽烟喝酒杀到阴亡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没有任何区别 那什么时候呢 这个我们过去在前几年 这个黑丝综疑这个里面讲过了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呢 这是当你的经济达到一定的这个时候 这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那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做盟的时候 做盟我们盟将我赖到一个宣扬 然后非常害怕害怕我从这个地方掉下去 这时候呢 如果我立即知道我在做盟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我故意的践踏这种这种恐惧 践踏这种恐惧 我就就就故意的跳下去 看怎么样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受伤 没有不会受伤 然后他就更加的知道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没有必要害怕 然后从此以后呢 他这种对猛力的这些的这个虚幻 猛力面的一切的这个虚幻的东西 对这个虚幻型 对猛的这种虚幻的认识 更加的坚强 更加的坚定 因为他刚才就是非常害怕 从这个悬崖掉下去 然后立即知道他这是做梦 不可能掉 然后他自己 亲身经理掉下去看看 跳下去看看怎么样 然后亲身经理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受伤 没有任何痛苦 从此以后呢 他对这个猛的这种这种恐惧 就是从从根本上就端掉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道理 薛弥 就是有这个境界达到一定的时候 什么叫一定呢 就当我们在蒙里面看到这一切都是蒙 蒙的意思就是不存在的虚幻的东西 就达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修行达到这个现实生活 所有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 都跟蒙一样的完全能够平等的时候 完全能够做到这个平等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喝酒了吃肉了 那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是不是因为谈 不是谈 这个时候更不会谈的 那是为什么呢 但是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凡夫人 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那那个时候呢 虽然没有像我们普通人这么严重的 这个对这些杀到阴亡的这些贪或者称 没有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中子还在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稍稍 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贪和称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断出这个贪称 然后呢 他故意去做这些事情 故意去做有怎么样呢 然后他就立即就立即就感受到 这时候呢 他是故意去践踏这种执着 清净与不清净的执着分别 然后呢 好与坏的执着这种分别脸 他故意践踏这种分别脸 那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端处 然后就立即就他对这个优势 他对这些东西的执着 有新的人士 然后他对这些的人士呢 更坚定 更坚定 更上一层楼 就是为了这样子 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呢 什么时候不可以呢 我们刚刚学佛的人是不可以的 没有什么境界的人呢 不可以的 所谓的学谜 就我们灌了一个顶 然后呢 听了一两个这个论典 这个密宗的虚谱 有些人连虚谱都没有听 根本就没有 不知道密法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自成是什么成就者啊 什么瑜伽石呀 什么空心模样啊 这个完全是错误的